Hello,大家好,我是阿宁,我们现在在新疆若强,我们在这边做和田玉,最近家里的60多亩红枣地,这个红枣出来了,然后呢,咱们这边正在挑选,把那种坏枣挑出来,然后装箱发货,然后再两天叫了来地里面干活的这几位大姐,哎呀,然后这几位大姐呢,就是说挑那种坏枣的时候, 他们是就舍不得,就挑了两遍了,然后里面还是有一些不干净,但是我们已经,就说我们没法再继续挑了,所以呢,我们自己今天拿出来一部分,然后在里面继续就是说是看一下这个还能不能挑出一些不好的,结果还是有一些不好的,然后呢,但是我就不可能说是我和小白两个在很仔细地挑这个样子的话,就是时间和精力, 花了很多,再叫几位大姐过来挑的话,他们的结果还是一样的,所以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,给大家看一下 拿出来五公斤,五公斤红枣,然后我们这个就挨个每一个,每一个,每一个检查,检查出来,然后有这些,就是有这,又挑出来,又挑出来,这个大概,这可能有个,二十克,三十克的样子,不到五十克,不到五十克的样子, 然后,像这种,就是个别的,它有一点口,或者说是稍微,稍微这种烂一点皮的,我们都把它,都把它已经挑出来了,或者个别的,有点干度不够的,我们都把它挑出来了,挑出来的时候,大概五公斤,也都能挑出来,大概四十克五十克的样子,我们现在就商量一下,如果再挑,肯定个别的,还会有这么一个两个,所以我们商量一下,我们说把这个石绘,给大家,然后五公斤的多放一百克, 然后,十公斤的多放二百克,等于说把这个石绘,给大家,嗯,好,账布下面,全是这种黑枸杞,就是今年,我年初的时候,开过二叔家种黑枸杞,今年让,今年让二叔,给咱们留了,最好的四百公斤黑枸杞,那给大家看,这里面好多,来,听这个声音, 哦,我的天,疼死我了,哎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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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给大家发货的时候,这些,都会,都会,给它挑选出去了,来听一下这个干度好不好,都是自然晾干的,都是大颗粒的黑枸杞,这些天先把红枣忙完,